今天我要推荐和介绍这一位经典歌手 他以往给大家的感觉是比较的稳重 庄严 磅礴 大气 有的时候 又很婉转动听 他是谁呢 你叫他一声他敢答应吗 今天他要改变以往的晚会歌手的标签 以一个流行乐坛新人的姿态 来到这个舞台上 在接下来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 您会迅速地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韩晴 他 今天他要挑战的曲目来自于汪峰老师的 《再见青春》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韩晴 虽然他的名字叫《再见青春》 但是他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那段青春 其实我16岁就考大学了 那个时候考的山西大学音乐系 就去读了大概一年 不到一年 然后我妈妈发现我进步还蛮大的 就说你可以退学 我当时人就崩溃了 本来已经考上大学了 然后又要退学 又要再经历一次高考 然后我也是比较听话那种 他就是好 那就退学吧 好 就是这里了 就是当时跟老师拍的那张照片 那时候好胖 其实我在学校的成绩并不是非常好的 应该我们学校一共那一届就14个学生吧 那我应该就是在第10名左右的那个 所以心里还是有一些自卑感 他四年上下去在北京没买过一件衣服 他那会他就是老师考试啊 不管是干什么 有什么活动啊 他说他我从来不往前面去 他说我老觉得比别人都低一点 我永远躲在一个角落里 这块就是宿舍楼了 当时我记得我经常会在楼道里面嘛 哼唱一些流行歌啊什么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被我一个师兄给听到了 然后他就说这曾经唱流行歌唱得挺好啊 以后我们要有什么活动演出 需要流行歌的可以让他去 然后每次有活动的时候学校 他们都唱民歌就让我唱流行 当时我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小流行歌手 那个时候就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要能够去让大家感受到你并不差的那种感觉 97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日本办的一个比赛 他当时还得了个第一名 给了7000美金 巨款那会儿 然后一下子把我这交的学费 我就还给我妈了 他这种勇气 我觉得和他从小的这种斗志 他永远都没有停下